你的意思是说 我还以为盖制其实是帮着建立骨骼罢了 原来也可以帮着收缩我们的肌肉 然后也可以凝固我们的血液 重点是我们的牙齿原来也需要盖 哈喽大家好我是花生 今天我是一名休息的药剂师 今天我来到了雪兰儿巴生来见我的老朋友Rawrence 他本身已经开了一个药剂所 叫做Transpharmacy Rawrence本身他是一个很资深也很有经验的药剂师 他本身也是一个学霸 然后他也很帅气 还有最重点的就是 他在大学的时候 时常都跑步很惯恋自己的身体 很照顾自己的健康 相对的他也很照顾他病人的健康 还有他顾客的健康 Rawrence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好的 大家都可以叫我Lawrence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出现在我的好朋友的频道上面 所以很荣幸 我是想说呢 就是照顾健康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所以可以多多关注他的频道 来提升自己对健康的一些常识 最重要是可以分享一些知识 帮助到大家照顾自己的健康 我本身说不上是学霸 可是对Parmacy这科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才会选择读这个科系 在毕业之后我是在医院做工了两年 之后就进入Parmacy 来学习如何用其他方面的知识 来帮助大家照顾健康 好回归主题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盖制 好多的粉丝都一直在问我关于盖制的疑问 今天我们就让Rawrence来帮我们解答 关于盖制的疑惑 第一个问题是盖制到底有什么用 如果人体缺少盖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吗 盖是人体内至关重要的矿物质之一 对于维持健康和正常功能非常重要 现在我就来和大家分享它其中的一些重要功能 第一它可以建立和支持骨骼健康 大约99%的盖储存于骨骼和牙齿中 为它们提供强度和支持 适量的摄入盖可以帮助预防骨质疏松症和骨折 第二它在肌肉收缩中也可以发挥作用 盖离子是肌肉收缩所必须的信号传导物质 当神经传递刺激到肌肉时 盖离子会释放并触发肌肉收缩 第三它也可以帮助我们促进血液凝固 血液凝固是伤口愈合和止血的重要过程 盖离子是直接参与了这个过程 你的意思是说 我还以为盖制其实是帮着建立骨骼罢了 原来也可以帮着收缩我们的肌肉 然后也可以凝固我们的血液 重点是我们的牙齿原来也需要盖 我们的牙齿都是由盖组成的对吗 对它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矿物质之一 如果我们人体缺乏盖制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股质疏重症 儿童发育问题 肌肉问题 神经问题 甚至是血液凝固问题 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健康 我们会建议摄入足够的盖 所以你可以咨询医生或者是营养师或者是药剂师 来获取更个性化的建议 Rolence 粉丝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到底谁需要盖制 其实蛮多类型的人会需要比普通人还多的盖制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人群可能最需要补充盖 第一儿童和青少年 因为成长发育中的孩子需要足够的盖来支持骨骼生长和发育 第二更年期后的妇女 因为在更年期后女性通常会面临骨质疏松的风险增加 因为女性的荷尔蒙磁激素水平下降 会导致盖制流失的比普通的人还快 所以这方面的更年期后的妇女更需要摄入盖 第三是骨质疏松症的患者 因为如果是骨质疏松症是骨骼变薄和易碎的疾病 对于已经被确诊断患有骨质疏松症的人 补充盖制是很重要的 长期素食者和Lactose intolerance的人 乳糖不耐症 如果是这些人他们其实长期会摄入或者排斥一些乳制品 所以他们会很容易缺乏钙质 所以他们也需要额外补充多的钙 慢性肾病患者 这些肾脏问题可能会影响钙和正常代谢和骨骼健康 在慢性肾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会建议额外的补充钙 我们今后的女性他们都非常的需要钙 不然他们的骨骼疏松症的风险会比较大 Lawrence 第三个问题给你 市面上我们有好多的钙片 我们应该要如何去选择呢?有好多怎么办呢? 如果是说钙片呢 首先我们要清楚钙的类型 因为市面上的钙片通常与不同的形式存在 例如碳酸钙、乳酸钙、葡萄糖酸钙等 其中呢碳酸钙是最常见的形式 因为这些不同形式的钙在吸收和利用上略有差异 如果你有特殊的健康需求 或者像你有类似胃酸的情况 你也需要咨询你的药剂师 所以他们会建议更适合你的钙质 所以刚才我有提起呢 第一个是最常见的碳酸钙 这类型的钙片呢 其实碳酸钙它里面的元素钙 就是elemental calcium 它的钙质含量比较高 每颗大概可提供400-500毫克的元素钙 当然在吸收方面呢 因为碳酸钙呢 它需要有胃酸的存在才能被充分吸收 所以最好是在饭后 或者与食物一起服用 这类型的钙片 第二种类型呢 是calcium citrate 它是柠檬酸钙 这类型的钙片呢 其实它的含量会相对碳酸钙来说是会比较低 每颗是大概提供210毫克的元素钙 在吸收方面呢 相较于碳酸钙 柠檬酸钙的吸收胶为容易 无需依赖胃酸 因此呢 它可以在空腹 或与食物一起服用都没问题 第三呢 就是 主酸钙 这一类型的元素钙在 钙质含量就会比刚才的柠檬酸钙低 它一颗大概是提供大约130毫克的元素钙 在吸收方面呢 它也不需要依赖胃酸 可以空腹 或者你要与食物一起服用也没问题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就是 这个碳酸钙 它是需要跟食物一起服用 这样吸收能力会比较高 对对 那 那 那个related的话 就是不太需要 呃 胃酸 和食物一起 空腹也可以 对 通常在选择摄入 选择什么类型的钙方面呢 当然第一 我们要考虑钙的含量 每片 钙片的包装上 通常标注了每片的钙含量 根据个人的钙需求 你需要选择适量 含量适合的产品 成年人 通常正常的成年人 每天需要摄入 大约1000至1300毫克的钙 具体需求 根据年龄 性别和特殊情况而已 当然第二呢 是要考虑到辅助成分 例如一些维生素D Magnetium K 和维生素K 这些成分都有助于 钙的吸收和利用 第三呢 我们当然要选择一些品牌 性欲良好 质量良好的一些钙片 ok 当然呢 我们还需要看 考虑到个人的健康情况 例如某些人 人群 例如是有肾病的 还是有高血钙症 高尿酸疾病的人 所以这类型的需要的 钙含量也会有所不同 好的 谢谢Loren 解答这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因为有好多的粉丝都不知道 要怎么去选择那个钙 好的 也不知道里面的含量 要怎么去看 当然也是一些 也需要看个人健康的状况 比如某些人群 他们患有肾病 或者是高血钙症 或者是高尿酸血症 或者有一些特殊过敏 死的人 可能需要避免或限制摄入钙片 所以在选择钙片之前 最好可以咨询你的药剂师或营养师 当然最重要的需要记住 补充钙片应该作为均衡饮食的补充 而不是替代品 食物是最好的来源 富含钙的食物包括奶制品 鱼类 豆类 坚果和绿叶蔬菜 如果你有特定的健康问题 或者疑虑 你也可以咨询药剂师 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吗 其实Loren要表达的就是 其实我们主要摄取这个钙质 主要来源是食物 钙片只是微谷 它只是一个谷皮 Loren想问多一个问题 那就是 好多病人啊 有时候他们摔伤 然后骨头好像会有 撕裂 然后会有骨头断 然后医生通常都会叫他们裹钙片 除了钙片 其实我们还需要注重什么 其他的营养素啊 其他的维生素来防止骨头健康吗 是的 这个问题很好 除了钙质呢 其实骨骼健康还需要其他的营养素 来提供全面的支持 第一 维生素D 维生素D在帮助人体吸收 和利用钙的核菱 phosphorus方面起 有着关键作用 因为它有助于维持骨骼的健康和强度 维生素D呢 通常可以通过暴露在阳光下 和某些食物如脂肪与蛋黄乃制品中获得 但有时可能需要额外的维生素D OK 第二呢 是维生素K 维生素K在骨骼健康中也是有发挥作用 它参与钙的转运和骨骼矿化过程 绿叶蔬菜某些油类如橄榄油大豆油和一些发酵食品 是维生素K的一些良好来源 第三呢 是magnetium 酶 酶是维持骨骼健康所必须的矿物质之一 它也参与钙的吸收和利用 并有助于调整骨骼代谢 坚果 种子全骨物豆类和一些绿叶蔬菜也是富含酶的食物 第四是蛋白质 蛋白质是构建和修复骨骼组织所必须的 所以适量的摄入蛋白质也有助于骨骼的健康 鱼啊 一些肉类啊 豆类啊 坚果和卤制品也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 所以我们如果为了骨骼健康 我们不只是要摄取钙 我们也需要维生素D 维生素K 铭 还有蛋白质这些营养 呃 是的 要一起服用才会更好的帮助我们的骨骼健康 对 钙片是单单而已 钙片而已是不足够的 好 OK 之前我也是分享过一支影片有提到就是 维生素D 其实可以帮着把钙质的吸收在我们的肠胃 当我们吃了我们的钙片的时候 去到我们的肠胃 然后他们需要维生素D来帮着更好的吸收 然后吸收进来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维生素K2来带着那些钙去到那些需要的 需要的 钙质的地方 嗯 对 很多的粉丝都很好奇 我们一天到底需要多少的这个钙质 嗯 回答这个问题呢 钙 你需要考量年龄阶段和个体差异 一向一些人有一些身体健康上的疾病 以下是根据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推荐 像0-6个月的幼儿每天需要大约200毫克的钙 7-12个月的幼儿需要大约260毫克的钙 1-3岁的幼儿每天需要大约700毫克的钙 儿童4-8岁每天需要大约1000毫克的钙 青少年9-18岁每天需要大约1300毫克的钙 成年人19-50岁每天需要大约1000毫克的钙 男性51-70岁以上每天需要大约1000毫克的钙 成年女性51岁以上老年人70岁以上每天需要大约1200毫克的钙 所以一般上成年人都是需要1000-1200毫克的钙 如果大概是这样的 当然要注意这些数字仅为一般指导 并可能因为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特殊需求而有所不同 这方面当然可以问你的药剂师 就是比如说玩家有人摔伤、跌倒、骨头断 那些可能他们需要摄入更高的钙 比起一般他们的建议 是的 我们频道的粉丝是非常好学的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到底有什么食物是可以获取比较高的钙呢?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应该要从食物还是要从钙片中获取钙质会比较好呢? 当然我们通常会建议从食物上来摄入钙 如果是有不足够的地方才充钙 以下是一些富含钙的常见食物 第一,奶制品 牛奶、酸奶、乳酪等是优质的钙来源 第二,鱼类 鱼类如鲑鱼、沙丁鱼、雪鱼都富含钙 第三,豆类和豆制品 大豆、黑豆、红豆、豆腐、豆浆等都含有一定量的钙 坚果和种子 杏仁花生、核桃、芝麻 这些都富含钙 绿叶蔬菜、卤菠菜、油菜、芥兰等也富含丰富的钙质 海带和紫菜 这些也是含量较高 钙含量较高的一些海藻类食物 当然还有一些穀物 穀物制品 它们也是一些钙强化的穀物 腌麦片和全麦面包也富含一定量的钙 说一个小总结 其实我们比较需要的就是 以食物为主 以补品为补的一个概念 来搜索我们的钙质 是的 Rawrence,请允许我问最后一个问题 可以吗? 好的,你要再问多少个问题都没问题 Rawrence真的是一个很爱很热心教育的一个药剂师 当然是我老朋友问的问题 我一定要回答 好,最后一个问题是 钙片在什么时候服用是最好的? 然后钙片可以和什么其他食物一起服用吗? 还是有什么禁忌是不可以和一些药物一起服用呢? 通常情况下,钙片的最佳服用时间是在饭后或者与你的食物一起服用 这是因为食物有助于增加胃酸的产生,从而提高钙的吸收效果 当然你要遵循钙片产品上的使用说明 按照建议的剂量和频率来服用 另外呢,需要注意的是钙与某些药物可能存在相互作用 第一,像antibiotic抗生素 不过是某些抗生素 例如tetacycline四环素类和窥宁灵类药物窥宁 与钙同时摄入可能会干扰抗生素的吸收 在服用这些抗生素时 最好与钙片分开服用相隔两个小时 第二呢,是Ion铁剂 钙可以干扰铁剂的吸收 因此呢,钙片和铁剂最好在不同的时间点服用 以充分吸收两者 第三呢,如果是你正在接受 parathyroid hormone 这华语是假装螃蟹激素治疗 这些你也要小心与钙的摄入量和服用的时间 OK,所以比较常见的其实就是孕妇 医生通常会有时候会开铁剂还有就是钙片都开给他们 可是有时候可能医生会忘记和他们说 其实这个铁剂跟这个钙片要分开至少一到两个小时过后是比较好的 是的 OK,所以今天很感谢Lawrence来到我们的频道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帮忙点赞 还有记得支持一下我们的Lawrence 帮忙分享出去 给更多的人知道关于钙子的这个小时事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记得订阅哦 每片的钙含量 通常正常的成年人每天需要摄入大约1000-1300毫克的钙 你好 你这样,你记一下 这个是不是 最重要的其实是要记住 补充钙片应该 呃 突然间有吗 硬粉 Rawrence 粉丝又问了第二个问题 哈哈 你的粉丝很好奇 哈哈 好快哦